Your healing balm is saving my breastfeeding life right now Hi bab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OK 我终于又打扮了一下 来录一个正经点的视频 前几期那个get ready with me 我真的是状态差透了 今天呢 是你们一直以来要求我录的 就是我运气不是介绍了很多 我的代产包啊 还有就是我的购物分享啊什么的 然后现在呢 宝宝已经一个多月了 我基本那个时候买的一些东西 现在也都用了 然后你们想让我就是说一下我的红黑榜 有哪些我觉得买的特别值 有哪些觉得是错误的购买决定 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顺一顺 然后告诉你一些购买的经验 如果你当时听我的话 买了并不喜欢的产品 我真的sorry 因为当时我是做了research 但是呢 就是你知道理论和实践还是有区别的吧 我是真的是做了我的research 但是后来这个theory和reality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基本上我之前推荐的产品 可能就有一件是我之前跟你们说我买了的 然后我自己不买 其他的我都还是非常满意的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 现在我们就是做一个红榜 一个黑榜 一个红榜 一个黑榜 开始 这样好了 就我不一确都是红榜和黑榜 好不好 那我们先从红榜开始吧 第一要分享的就是当时我买的龙洞 当然这个其实在眉升的时候 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 我前面还没有时间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这个真的是worth every penny 每一分钱都花了值 这个不便宜 我知道我自己还花了好多钱去买那个 读那个宝宝胎心图的那个服务 五块钱一次 你是会员的话 我现在账户上好像还有两百多块钱的 没用 因为宝不是提前出来了一点 我打算每天测三次 每次让医生给我读 当然你自己后来学会了读 其实我不需要医生读 我自己也能读了 我已经会了 当时觉得还是医生读最放心一点 我之所以觉得它太棒了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后期养水有点少 你们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就是到后期如果孕妈妈养水比较少的话 很多医生都建议你早点把孩子引出来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我又伴有认证期的这个有一点血糖膏 所以当时有医生就说你这个已经是银产指标了 就是说你已经37周以后了 你是不是考虑就把它生出来呢 可能会更安全啊什么的 但是我自己是不愿意这样的 因为我看了很多也是研究报告 显示宝宝在肚子里 其实待的时间越长越好 那如果他自己出来了 就走为37周之后呢 就算卒业就很好 但是如果他不是自己出来 你要人工抛妇产啊 或者怎么样 除非你有特别强烈的这个医学上的原因 比如说你真的是不抛出来 宝宝不行了 危险了 那你当然要抛出来 但是不能说因为我想这个周末去玩 或者说这今天是个凉晨即日 最好是在39周之前 不要进行这种人为的去干扰 如果没有肯定的这个医疗原因的话 是这样 当时呢就医生提出来 但是我自己不愿意 当时37周吧 刚刚37周 我就想宝宝再多待 因为他最后实际上是发育脑子的 所以我想让他多待一周是一周这样 那医生就说可以 但是因为你羊水少了 我们一定要密切密切观察宝宝的胎动和胎心 所以特别重要的是 要不然就去医院 一天做一次胎心监护 要不然就得自己在家做 那去医院做胎心监护 你知道就去一次 实际上它不包括在就是普通的产检里的 所以你要自己交备用 当时我确实也是多做了几次胎心监护 本来是一周一次的嘛 37周以后 后来呢 因为羊水少就一周两次 但是其中不去医院的时候 医生就说你有没有萌动 你在家有萌动 我就是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 我知道宝宝什么时候会比较活跃 然后测一次 再把他意见交给当时的医生 他那个隔空传送的医生 他会帮你看这个图 然后告诉你宝宝怎么样 你需不需要担心 当时是一大计定新闻 而且也让我成功的 就是不用花很多很多的钱啊 也可以就是不让宝宝提前出来 就让宝宝自己决定他什么时候挂出地落了 他再出来 测的非常准 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太会用 到后来我真的用的越来越得心应手 而且我知道宝宝什么时候最活跃 你一定要在宝宝活跃的时候测才是最准的 如果宝宝睡觉了 就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捧慌 但是你一定要慢慢的去摸索 如果说你要买一款开心仪的话 我真的是建议你买这款 其他的只是测一测胎心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这个就跟你在家做胎心监护是一样的 很像很像 OK黑榜 首先我就不用说了 我已经在微博上已经跟你们complain过了 这款当中可能是我黑榜当中最黑的东西了 就是米德勒的这款双奶的吸奶器 它叫Madella这个叫什么呀 Swing Max Flex 我知道有的人说它的其中有一款 什么私韵什么 我不知道中国人有一款就挺好用的 但是你们记住 是我这款没有屏幕的千万不要买 有屏幕的那个据说 好使 也有人说这个好使的 我不知道可能每个人的胸和奶量 五线管粗细都不一样 个别人说好用 但是很多人说不好用 然后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差的 我俩把它稍微看一下 你知道什么样 就我自己的感受真的是无敌差 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苦玩意儿或者锁锁的玩意儿 我就用了大概那么两次吧 然后就实在受不了了 它可以说是聚集了我个人觉得 所有吸奶器可能有的缺点 它都有吸的时候会疼出奶出的非常慢 然后还会回流容易漏奶 反正你能想到那些大家就是经常complain 那些东西我都经历了 所以用了两次之后果断扔到一边 我这个是在亚马逊上面买的 当时我发了一篇微博问大家我应该买什么 很多人推荐美德乐看到美德乐我就买了 不知道其实它有不同的这个型号 就型号之间差距很大 就是1200吧 加上那个它的进口的那个税和shipping 大概1400好像是 真的是打水漂 这个是我非常非常不推荐的一款 你喜欢的那些宝宝们 我很为你高兴 你可能胸比较适合这一款 但是对于我来讲真的是太差 OK接着是红宝 就是这款洗米勒的洗奶器了 我没拿那个两个瓶子 因为那个在楼下我不太好拿 我就刚洗完我也不愿意把它弄脏 因为还要给宝宝洗奶 这个是我跟你们就是埋怨那个超难用之后 就向大家问是推荐哪个推荐哪个 也有人说那个叫什么瑞贝克Spectra 或者跟这个之间 我最后做了很多精神上的斗争吧 最后决定买这个 因为它好像比那个Spectra比起来 这个机器稍微小一点 Spectra那个比这个还要大一点 像一个电饭宝 但是这个真的很不错 我跟你说差距在哪吧 那个美德乐会超疼 然后吸的话 最后半个小时时间两个胸才吸出来20 根本就什么都吸不出来 还是得让宝宝吃 就简直痛苦到无法形容了 这个呢 我大概能吸出来100 就是两个胸现在吸出来100 然后一点都不疼 而且基本是在20分钟就完全吸完 所以这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跟大家说真的挺好使的 也不疼 而且吸的力量也足够 然后没有回奶的现象又快又好 还吸的挺干净 价格其实两个差不多 这个稍微稍微贵一点点 但是真的差不多 而且我在金工上买 当天下的order转天就送到了 我这是S4 S4的那个型号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试一下 OK我们接着走黑榜 黑榜这款飞利浦的智能温暖器 我可以确保买东西难为老母亲了 以前我买东西都是讲究性价比 给它买的我一般都是挑那个最贵的 因为我觉得可能会就省去我一些 去做调研的时间 我觉得贵的话 它虽然可能性价比低一点 但是可能是就真的说会比其他好 所以当时我看到一般的温暖器 都是100多块钱 这个可能300多 超级400块钱我记得 我一看又写着智能两个字 又是飞利浦的立马立马一马下单 但是买了之后现在觉得超级不好 你看它这有1档2档3档 然后还有一个给宝宝弄腐蚀的 还有一个没有温度的就是化奶 如果你冻起来的话 就看着应该是挺好的 但是用起来真的超级无敌不好用 你在这里面加上水 然后把奶瓶放进去 我自己遇到的问题是它根本不加热 它那个加热 简直是慢到就你无法形容了 一层放在里面 我过去3个小时也热起来 你们有没有人用过这款智能 它还有一款飞利浦的是不智能的 那款听说挺好的 那款比这个便宜一半 所以我真的觉得是好冤的买这个 如果说这个你是用来保温 是ok的 但是如果你想用来 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奶 给宝宝加热 打算三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是黑宝 好 接下来是下面的红宝 给大家推荐这款 给婴儿的体重秤 因为翠宝生下来 小孩子的话它比较轻 剩下来像5斤多 所以我就老实点想着 就看它展为展 我又买了一款婴儿秤 但是婴儿秤我觉得蛮浪费 你秤完婴儿就没什么用了 但是这款秤 这个牌子美乐吧 这个中文我看它叫什么 它也没写 就写的是英语 叫做Mellon 哎呀不太清楚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M E I L E N 这个牌子 可以看它前面这个是组装起来的 我们拆开 这个组装起来 摆在秤上称宝宝 拿走之后是称你自己 宝宝大概是三天称一次 我自己每天称 然后它这个呢还能清零 就是你宝宝你嫌这个个嘛 你会把上面搁一个单子 搁单子以后呢 就它会比平时重的 再按下归零的话 它就可以把那个上面铺那个东西的剪掉 然后你再把它拿走来称自己 然后你可以还切换单位 几斤几两 或者多少克多少公斤都可以测 所以真的蛮好的 就是放上那个板子称宝宝 拿走板子称自己 而且特别特别的精确 它精确到小数点之后几位数 我自己觉得还是挺好的 就是在京东上买的 国产的非常非常好 好继续我们的黑榜 下面是我给宝宝小娃娃买的 测它体温的体温剂 这款体温剂 它是叫久安体温剂 它之所以上黑榜的原因 就是一点它测体温不准 在YouTube上有人跟我说 用这种红外线的测耳楼的体温剂 测音门是不准的 用它测我也不准 我每胸的耳里 每次测出的温度都不一样 而且它差的还挺远的 比如说测宝宝 测小娃娃的时候是36度6 然后测我就变成35度3 然后再测就变成36度 然后再测变成36度5 就是我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个 但是你看35度3和36度5 这样差了1.3度同志 就是差了那么多 这个还挺贵的 我真的忘了多少钱 好像100多块钱 当时翠哥买了一款是德国进口的 它那个500多 它那个就特别的准 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还是 也有可能还是不够贵 就是你要买这种红牙线的话 可能还是要投资多一点的钱 我这个还是不够高级吧 可能 总而言之我也一直在用它 因为你要给宝宝加那个温度计 真的不方便 所以我还在用 但是我真的觉得体温剂 你不准差1度多 那差的是很多很多了 所以就上黑榜也是应该的 OK红榜的最后一个item Ever Eden的五头霜 这个跟大家说不是我买的 这是以前PR给我 跟小娃娃的那个礼物里的 package里面的其中一个 你们看到我上一个视频都知道 我刚开始喂宝宝的时候有多痛苦 因为我的nipples有点cracked my nipples were cracked and it hurt like crazy when Scarlett first suck on it 真的是疼得我都昏天了 你比胸还要疼多了 当时我都坚持不了了 我就哭了 就喊起来 我这么一个能忍疼 宫缩120没什么感觉的人 那个都疼成那样了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完蛋了 然后我看到这个我就说擦一点吧 然后每次我它吸完之后 我就擦上一点 它下一次吸的时候就少疼得你一点点 就是它伴我度过了医院那几天 最痛苦的最最疼的那几天 现在我已经不怎么擦擦了 因为我不疼了嘛 我就放一边去了 但是这里面因为是全天然的东西 你擦在这上宝宝在吃的话 虽然你每次一定要擦的 非常干净再给宝宝吃 但是你知道它无害的话 它是有机全天然的话 你真的就放心很多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真的 it works 真的是管用 你擦它以后 每一次都减少一下疼痛 它其实不是说乳头霜 它这个叫Multipurpose Healing Balm 它是一个用在什么地方的东西 你可能哪破了 哪干啊 都可以用 总而言之 这个真的是 我用了之后 就自己跑到Ever Eden的Instagram上面去 我到Instagram上就给它写了一个私信 我就说 Your Healing Balm is saving my breastfeeding life right now 真的 I was dying 所以这款给那些 如果你也很疼的妈妈可以考虑一下 他们天猫有个旗舰店 不是广告 但是是PR的东西 你可以试一下 我真的觉得太好了 OK那黑榜的最后一个东西 就是我自己在购物分享里 是代产包里 跟你们说过的Life Factor这个瓶 如果你们听了的话 看我买了也去买了 我sorry 但是我觉得它也不是说差 它是这样的 就首先它这个玻璃的质量非常好 它是对脑发育最好的 对无害的这些配置 但是它一个特别大的缺点就是 它这个奶嘴虽然我买的是一段的 它是level1的是给0到6个月baby的 但是它6特别的大 小娃娃刚生的时候它特别小 所以它喝的时候容易呛着 我就把它扔一边去了 就买了一个白色的被亲的那个 就奶嘴特别小初六慢 它吃起来就比较好 这个呢我打算也给它用 就等它再大一点 但是现在来讲 它新生儿的话 它这个设计的并不是很好 虽然说你什么脑发育好 获奖什么的 但是实际上用起来很多小孩都呛 后来我上网 就看了一下我们不是唯一一个 这种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人 所以大家买的时候呢也考虑一下 如果你的娃娃很大 剩下来八九斤的 胖胖的就没事 那像小娃娃这种 剩下来五斤多比较瘦小的 就还是得想轻一点 而且它老腔的话会很难受的 吃的就更少了 但是我现在又逐渐的给它用了 因为它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 它吃的也OK了 它现在已经八斤了 所以这个又可以拿出来用 所以不是说完全完全完全黑它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给新生儿用的话 它这个level one的奶嘴还是溜太大了 OK 红黑榜就这样 我希望我的分享呢 大家能够有点用 买了哪个是我绝对不后悔 特开心的 还有买了哪些是觉得 做出了一个不好的这种决定的 那么你们购买东西的时候也可以尽量少走弯路 当然适合我的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啊 那句话怎么说呢 我只蜜糖 几只皮霜 只是在这里请大家参考 也感谢大家又来陪我聊天 给我一个机会从我的睡衣中换点衣服化个妆 让我每天不至于觉得自己丑丑的 我现在已经很累很累了 我去看看小娃娃在干什么 然后我下次跟大家聊好不好 你们运气有什么好的东西分享 也欢迎在留言里面告诉我 我们一起讨论好不好 I love you guys so much I'll talk to you next time Bye 她好的呢是她特别 结果酷